科学文化在生物学及医学上是非常有成就的 在整个世界的科学发展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 中国传统的科学是研究人体和宇宙 它是以天然合一为基础的 和西方实证科学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传统科学的发展 已经随着年代而慢慢失传了 我们只能在古籍当中一窥其奥秘 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美国和洛伊科大学教授 及上海冯德堂国药后医师 胡乃文医师为我们主讲 传统文化的生物医学智慧 掌声欢迎 好谢谢 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讲这个 传统文化的生物医学智慧 是我在几十年的临床当中 以及我在古籍里头所找到的一些智慧 我是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参考 也许呢对我们将来我们的科学该如何发展 我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预测 我们的科学应该怎么做才是更正确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医学上科技越来越发达 而不是科学越来越发达 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 所以医院也越来越多 刚才邓医师在这里已经讲了 医院越来越多 医器也越来越多 但是呢看费越来越多 吃的比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是现在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我们要逆转过来呢 可不可以呢 像刚才吴医师也讲了 不能逆转 邓医师也有讲这个 不能逆转 不能逆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状态 可是他们不逆转不要紧我们逆转吧 我们这样会来一起了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 我先从这个先从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说我从几个几个方向来看 我们传统的生物学和医学上面的 各个不同的领域是怎么一回事 来看看这个第一个我们来讲 这个医学方面的时候 我们先看看医这个到底什么是医 医生这个医字啊 现在被人写成这个医字啊 就有一点点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请看啊 在这里这个医的这个 这个字叫方 方呢就是受物之气 一个容器的意思 这个容器里头呢放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但是功如使或者当这个使来解释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容器里头 放的要不就是武器 要不就是这种东西的话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 所以现在的医学的医字 被我们写成这样子 真的已经不能治病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 只能够说是杀个人了 他们就放过火了这样子啊 除了这里外呢 还有就是用这个 用这个酒 这个东西你看啊 像个酒的容器 就像个梦一样 所以呢 这个是酒瓶子 酒泵子 所以里面呢 放的是酒或者是汤药 或者汤药 或者是酒药啊 这一类的东西 软食病 所以我们来看 古时候的人 发展医学是怎么发展的 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不同的地域 就能够发展出不同的医学 例如在东方这个地方啊 东方我们中国的 看看整个的中国的 东方是什么呢 东方就是在沿海地带 沿海地带的人 吃鱼吃得多 吃鱼虾 或者是晒太阳 所以呢 他们的身体就来得比较 纹理比较来得黑一点 暗一点 黑一点 粗一点 那这种人呢 他们生的病呢 就要用鞭食来治疗 鞭食就是拿那个 拿石头 有一点能量的那种石头 来刮一刮 拨一磨 这样子的东西 除了这以外呢 你看西边呢 出的是毒药 这个也有点像 金融小说写的 东斜西毒 南地北盖 中神通 我们这里是 东边是西毒药 南豪征 北九热 然后呢 中间是导饮暗角 因为不同的地域 而发展出不同的质量方法 为什么 因为每个地方生病的状况都不一样 因为北方的人他们比较来的 因为寒多 所以要用酒热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 真酒真酒是一个事情 其实不是 真酒是两个 一个是真 一个是酒 这两个啊 酒就是用烧的方式 今天早上我有个病人 他跑来给我看病的时候呢 他说 哎呀我这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这个只有用酒 他说啊 那要不插针啊 我说不是 酒就是酒嘛 真就是真嘛 真真酒 完全是两回事 这个可是每个人都搞不清楚 所以这只能告诉你 有这么样 就是这几种方式 他这种方式呢 在这个黄帝内经里头 就记得 有一天叫《一法方一论》 他就讲了 东方因为大家吃鱼吃得多 然后呢 这种人又吃得盐比较多 因为东方必要 那个晒盐 然后呢 就因为这样 所以人他们会怎么样 西方的人 他们因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也所以呢 他们因为吃的牛肉了 吃的肉比较多 所以呢 他们这种人 是这个伤邪体的时候 是病身于内 所以要用毒药 然后北方呢 南方呢 中央 这个我就 就跳过去 因为有这个资料 大家可以回去 查一查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看 中国古时候的医学啊 分为13科 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13科 我们就举一个明代来看 明朝的有 大方脉小方脉 富人科 商人科 等等等等 是13科 而这13科呢 大方脉就是说 治疗大人的内科 那小方脉呢 就等于小孩的内科 富人的就是富人的 就是女人的内科 你知道中国古时候 从来就是在唐朝以前 没有任何一本书 是讲女人病的 然后在这个 虽然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呢 有一个扁确啊 他说 是周游列国 到哪个地方 就治什么病 例如说 他到那个地方 喜欢小孩的 他就治小孩病 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爱女人的 他就治女人病 就是叫做戴下医 等等等等 可是呢 都没有写成书 写成书的时候 是唐朝的孙思廟 开始 有所谓的富人科 他放在他 整本的这个什么 叫做 背景前经药方里头 有一个特别的富人科 可是呢 到了后来 到了大概什么 宋朝了 明朝了以后 才开始真正的有 富人专科的 那到明朝的时候 已经有富人科 在这个十三科里头 另外创阳 就得以我们现在讲的 现在中心讲的外科 但又跟西医的外科 不一样 西医讲的外科 就是一个动刀子 开罗哈伊拉 独立风筝 那我们中国的 故事 创阳科 我真正看到过 因为创阳科 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知道非常非常难治的 一种病情 它都可以治 比如我曾经见过 一个肠药病 而这个腿后头的肌肉 整个都烂到 凹到里头 可以看到里头都浮透了 那你可以知道 有多深啊 它都可以用外科 创阳科的这种方式呢 结果就把这个病情 都治好 不可以达到 这样的程度 表示说 中国古时候的医学 早就已经发展到 非常好了 那我自己本身 也是这一类的创阳科 但是呢 我是完全用内科的方式 我刚刚讲的 那个是用外科的方式 我用内科的方式 结果呢 这个人啊 曾经有过一个人 这个 是一个司法官 他在这个 脚这个地方啊 一个这么大的洞 像十块钱 钱币那样的洞 一直凹进去 也是可以看到 里头的骨头了 结果我们用内科的方式 就让他吃了一点药以后呢 大概在一个月之后 开始 渐渐渐渐的 里头的肉长起来 长到最后 完全评调 由这一点来看 中医古时候的治疗方法 早就已经达到了 我们现在几乎是 匪夷所思的 那样子的状态 那好 再 好 再下来呢 像真九科 这个我就不用 不用讲了 真九 那简直是 从这个 从皇帝内经时代 就已经非常好的 眼科 口齿科 什么这些 都这些科 每一科都能够治 每一科 但是 中医跟西医 最大的不同是 一个中医师 就可以治 所有这几个科 而不是说 一定要十三个医生 才能够治 这十三个科 所以呢 现在的中医师 基本上 他是副科 也看 儿科 也看 大人科 也看 什么科 他都看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呢 也有比较 比较 就是说 专长于什么的 例如说 像我的话 专长于 真九 跟这个内科 但是呢 你说叫我来治 这个创阳科啊 对我来说 是有点 每个人就不一样 那可是呢 话也说 他每一科都能治 所以眼科 你也来找我看 创阳科 也来找我看 那个时候 我会尽量 想办法帮医师 好 去向吴医师 他能够找出 这个什么 就是用 整副的方式 来治 给邓医师 他可以用这个 上宫之未病的方式 让你这个保养保养 你什么病都没有了 那这样子都是啊 都是非常 这个 非常殊胜的 我们再来看 故事后的 讲真九 就管讲真九 真九是我们现在的人都说 中医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真九 从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了以后 把中国的真九 带到了全世界 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 我还记得 我当时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都吓了一跳 我说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当时我根本一点中医的概念都没有 当时我是学习西方医学的 而且是做西方医学 神经药理学的研究工作者 那个时候呢 当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说 竟然的真九可以麻醉人 然后呢 让这个人还在弹笑风生之力 好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稀奇 为什么在华佛的时代 治疗关云长 关公 那么他呢 可以让关公 把这个手啊 抬起来 就拿这个吊环 然后呢 给他喝一点点药酒 然后就给他 刮 刮这个手臂 结果那个病情也可以是好 表示说 中国古时候就已经有这一类的麻醉 麻醉树了 可是我们再往前找 可以找得到在内津时代 或者比内津时代还要更早一点的时候 就已经有开脑的手术 对开脑 开脑那怎么开啊 他竟然都可以用泥巴来捕一捕就好了 我们现在讲 泥巴的话 要不发炎才奇怪 可是呢 古时候的人 他们业力也许不那么重了 所以泥巴的业力也不重 因此呢 泥巴也可以治病 可是我们现在是看来 那么你用了消毒药 还是照样的重 照样的重疗 照样的发炎 那么现在用抗生素 也越用越高级 越用越 越用越强 然后呢 这个病 是不是真的是好 还都 还都 疑问 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所知道的 很多人 是 病毒感染的病 也用消炎的抗生素 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至少在我的基本常识里面 是抗生素能治细菌病菌 而从来不能够治病毒 也许我的知识水準太低了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医生 都用抗生素在治 这个什么 治这个病毒所感染的 那种发炎 所以这个是一种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那么当然了 我也不想多批评这些事 我只是告诉大家 那么在针灸上面呢 还古时候的皇帝内经 在皇帝他就说 我为了这些老百姓啊 我希望他们身体都好 不是只有用贬食用针灸 用爱草等等 这些东西 因为那些都让人痛苦 可是扎针这个事 都痛苦的 扎针呢 只不过是酸酸脏脏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病就好了 那么我很怜悯 这些病人 这些病人 所以呢 我希望能够不要用毒药 不要用鞭食 那么可以给他们治好 结果呢 齐伯就说 好吧 那我就交给你一套方法吧 因此呢 当时就立了所谓的真经 真经就是我们现在 皇帝内经的 分两部 皇帝内经第一部 叫做宿问 第二部叫做灵书 就是灵书经呢 现在的人一般都叫做真经 这个真经呢 它就是讲求真 扎针跟这个治病的技巧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 古时候的针 有九种针 这九种针呢 叫做禅针 元针 低针 风针 脾针 元力针 豪针 长针 以及大针 那么我们现在的医生 几乎这么多种针 已经都不用了 只用其中一种叫豪针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扎针 用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 像我们现在呢 偶尔的给人放放血的话呢 就是用这里面的叫做风针 就是第四种针 风针 风针呢 古时候叫做三棱针 就是说 它是三个棱角的那种针 扎子针呢 就刺破流点血 就是痛了 这个冰针也不很痛 那就并不是很好 可是我们现在呢 因为科技的发达 以至于这个三棱针 已经用的越来越少了 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针要是一再的reuse 再重新用的话呢 那个针 它的这个感染啊 什么东西 会感染B型感染 C型感染 感染这个感染那个 所以呢 就现在我们用这种针 就越来越少了 而实际上 那我们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代替呢 现在就用那种叫做 这个采血针 就是我们采这个耳朵血 然后采这个糖尿病血 这个那种的 其实那种针 用起来是可以 但是它的效果 总是比起风针来 还是要差了那么一点 当然这个是科技发达 以后很多的理论 我们也必须遵从 否则的话 还说不定你要吃官司 也不行了 那么我曾经听过在国外 就是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 这些地方 他们说 这个放血 这是不合法的 因此呢 我曾经听过 有一个祖母给孙子 放个血 这个祖母被关起来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因为现代科技 越来越发达 以至于我们有很多的 好用的 古时候的处方 古时候的技术 都不能用了 当然这也是 我们现代的人 也许就是业力大了以后呢 你有好的方法 也不追求你用了 所以呢 你也要suffer很多的痛苦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我们只能够这样子 这样子解释一下 那再来看看 内经呢 有13个处方 这个皇帝内经 在那么早的时候 就有13个处方 而这13个处方 他们的技型啊 什么东西 都非常奇妙的 你看 它包括了动物 植物 矿物 各种各种药 都可以拿来当药用 另外呢 它还可以 它的技型上面 有汤剂 丸剂 散剂 高剂 丹剂 酒剂等等 什么都可以使用得到 还有呢 就是它也可以有内服的 也有外用的 也有治疗的 也有预防的 最了不起的 就在它各种方向的药物都有 我们来稍微的浏览一下 内经是三方 内经是三方 例如在第十四篇 汤益劳理篇 讲的汤益劳理 汤益劳理 汤益就是药汤益就是那样 劳理就是酒 劳就是那个 就是说比较的 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甜酒量 那种甜酒 那种是堵的 那理呢就是经过了比较纯化一点的 例如蒸瘤了或什么的 那种比较轻的酒 康益劳理 还有呢就是在第四十的 副作证里头有两个处方 一个叫鸡石理 一个叫乌贼寺驴如一邦 其中那个鸡石理呢 是用的鸡的白色的大便 那这个东西啊 你说这个大便也能够 就是各种气息都有 就这个意思 那鸡石理呢 治疗什么 治疗这个腹部的胀疼痛啊 效果非常的高 那么这个它还要用 用这个礼 也就是用酒来把它 也泡出来来过来吃 那么才效果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后世 有一个处方叫做失效散 就是土皇家五菱之 土皇家五菱之 就是一种鸟的大便 然后加上土皇呢 可以治妇科的这个什么 腹疼痛啊 或者甚至于 我把它应用在治疗卵巢啦 子宫的那种肌瘤 或者是这种癌症之类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获得相当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吧 我们现在古人的这些个处方 我们现在把它当作是脏的 当作是不卫生的 当作可能感染的等等 你都不要先 先不要有这样的出入为主的这种现象 这种想法 那么这个病情呢 可能很快就可以治好 而且花的钱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刚才邓医师说 周医师永远不涨价 其实不是不涨价 可是周医师 他那个不涨价是 因为他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现成得到 你可以在家里就可以用的 那当然周医师也就不用涨价了 你就反而你的病治得 比较快一点好 对不对 还有乌贼寺 鱼如一方 这个我也常常拿来用 用来治疗什么 我们古时候是用来治疗 所谓的血窟 血窟是什么 血窟其实就是血啊 就是血的叶少了 所以造成很多很多的病情 我们现在的医学啊 现在医学我们说贫血 怎么讲 贫血就是第一 红血球不够 第二 血红素不够 第三 血溶底不够 对不对 但是呢 还有一个 我们全身的血有多少 全身的血 大概一个七十公斤的人 大概有五公升的血 那么这五公升的血 请问你 你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 检查过你的身体里头的 全身血量有多少 不可能去做 为什么那个 要做的话 是把你的全身的血抽出来 然后来两亿两个多少 那这很困难 因此从来没有人量过 没有人量了 谁也不知道 所以中医院西医就讲 贫血是那三个东西 那三个指标 实际上还有一个指标 就是整个血量多不多 整个血量不够的时候 大概就是所谓的血哭的概念 那用这个乌贼寺 鱼如一方呢 大概这个问题都能够得到一点解决 另外身体的落影可以治什么 例如说是这个疯狂病 刚才讲的过动症之类的 这种病情 还有这些点的蓝筹 我就稍微的讲一下 其中有一个小金单 我等一下会介绍 它是用来防疫的 我们现在是H1N1 A型流行性感冒 H5N1情流感 SARS CORONARY VIRUS 或者什么什么 其他各种的病毒 那这些病毒怎么去治疗呢 其实讲讲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这个预防根本就不要治疗 我常常讲中医跟西医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西医讲病源 中医讲病因 什么叫病源 什么叫病因啊 西医的病源就是说 你这个病是由于病毒感染 病菌感染 或者是什么 什么这个基因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 他讲病源 他不知道病因是什么 病因是什么呢 其实是你自己身体 假如说我们都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头 都有SARS病毒在那里互相传着 可是有的人他就不得病 有的人就得病 那什么 因为自己本身的因不一样 我的因是我的身体体质 就是那么好 你的体质就那么差 所以呢 碰到了你就得病了 我没事 就这个意思 这个病因要搞清楚的话 那么才能够达到上公治未病 或者上医医博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 我现在告诉你这些事实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 我们在做上医医博的问题 为什么 各位这么多人知道了 你就是种子 所以你也是上医群 将来要去医博 不要以为你不是医生 你都是 每个人这样 你自己 自己知道 我今天听到了这个真相 我讲给别人听 这个时候就是上医在医博 我不一定非得要医人 再下来呢 韩命病 什么这些 很多的方式都可以治病 来看 要是同源 我们古人